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吐腦頻道 我是兔兔 你開場今天怎麼有點吊 你知道那個很難唸耶 什麼 我幫你來唸一次 哈囉 歡迎大家 快點一下唸 唸 你唸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吐腦頻道 什麼都難唸 我們最終10萬了 訂閱10萬了 對 訂閱啦 是訂閱 來 快點 來來來 快點來 來來 來 我聞一下 哇 哇 終於有這一塊了 有沒有 閃閃亮亮的 讓他來遮住我的臉我也OK 第一大類是關於小孩的 好 有比較想要生男生還是女生嗎 其實有 其實我可以直接講 我們就是想要生一男一女這樣子 對 但是 情況就是要等 情況是如何呢 我們需要等這些蛋都孵出來之後 我們才知道 跟大家預告已經在進行了 只是還沒有結果 等結果出來之後我們也會再拍一支 拍這影片給你們看 我們一起來揭曉我們小孩的性別 嗯 第二題 有想 已經想好小孩的名字了嗎 你好像有一個特別喜歡的字 你喜歡木 對 哪個木啊 羨慕的木 對 他喜歡羨慕的木 我覺得很有氣質 可是因為我們又非常的在乎那個 算命嗎 我們還要迷信 對 我們是超迷信的 所以說我們就會去看 就是到時候小孩出生之後 再把他生成八字給老師 所以還是會看過一次 就是這個名字 合不合適 對 如果合適的話就用他喜歡的字 對 如果不合適的話就是看老師 算出來是什麼字 我再從裡面挑 然後基本上我們兩個小孩 應該是有一個字一定會一樣 對 就是兩字的中間 如果假設木可以用的話就是 木什麼跟木什麼 對 對 對 就這樣 對 然後萬歲是牧羊犬 有預計什麼時候要去美國生小孩嗎 有 就是因為我的目標 就是要生一隻兔年的小孩 大家不要立刻說 因為你要兔兔嘛 是因為我屬羊 然後生屬兔的小孩 是對我比較好的 對小孩比較好 對大家比較好 所以說呢我們就決定要 就是 生一個兔寶寶 而且因為他會跟我姓 所以說就是以姓黃來說的話 就是 就是 豬羊兔是最好的 三合 最近的時間就是現在兔年了 教導未來的小孩有什麼想法嗎 來這裡交給狼 對 我們希望小孩是在 不限制他的情況下 讓他發展 但是等到他 慢慢開始理解這世界的時候 我們當然也是會教他 就是關於這世界上的 對他的規範跟限制是什麼 他有他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如果跟 社會的法律啊 或者是規定不符合的時候 他又要怎麼去應對 聽起來官方喔 沒有是真的 我相信很多家長都想要這樣做 但是實際做的時候會遇到的一些困難 然後我希望我們是有辦法 克服那個困難 生小孩大概要花多少錢 這個我們 在那個 受精卵的檢驗 報告全部出來之後 我們就會統整 包含台灣的動卵 到你國外 所有的細項都公布給大家 到時候會有影片 一定要鎖定 好不好 未來有想要把小孩送出國 就是出國 讀書或出國生活 我要回答 給你回答 第一個 看他想不想 對我而言 小孩子想不想是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個 就是我的銀彈夠不夠 就是這樣 就這麼簡單而已 對不對 會怎麼跟小孩講 他有兩個媽媽 但沒有爸爸這件事情 就直接講他 對啊 因為什麼 我覺得這社會很糟糕一點 我覺得你應該在一個 某個框架之下 你的腦袋 你知道嗎 這句我要講的 我覺得這社會很糟糕一點 就是你怎麼可以 因為別人跟你不一樣 他就一定是錯的 或他就是一個異類 不能有這樣的想法 他只是跟你不一樣 但是不一樣不代表 他就一定是錯的 就特別講 他看到的世界 就是他有兩個媽媽 沒有爸爸 就這樣 為什麼要特別講 有些人還是有一個媽媽 或一個爸爸 那有些人爸爸媽媽都不在身邊 那怎麼算 那你要怎麼講 想要小孩是什麼星座的 有有有 好你想要他什麼星座 我只有他不想要什麼星座 我們就是 我們兩個因為就是水象星座 所以我們就很希望 我們家的小孩就是水象星座 圖像風象我也可以 但我覺得火象好像 真的跟水象會比較多衝突 但如果他真的要選擇 當火象星座的我也OK吧 就遇到1月星座 我喜歡的 感情系列的 來 會不會覺得對方很煩的 有 有 我在diving這個 手機的世界 我在研究一個事情 然後我在那個 整個腦袋在看一個影片 看得非常入迷的時候 然後他一定要一直跟我講話 而且他那時候就是很無聊 這種時候我覺得很 其實那時候通常都會說 你跟我講話 他說你跟我講話好不好 我的老婆都不理我 我們才結婚 這是你自己的 這一段開始是你自己的 有沒有 你都這樣講啊 沒有我在打遊戲的時候 你也會 我的狼 他為了遊戲 不要我 遊戲比我還要重要 他已經不願意跟我講話 我不敢相信我們才 結婚 然後就會開始算 對我剛剛也在算 你知道嗎 你也記不得耶 到底 因為怎麼會變的東西 你要怎麼記嘛 很煩耶 對他講到那你就會閉嘴 然後他就會說 我才不敢相信 我們結婚才沒多久 他已經不理我 簡單來說就是 你在focus在一件事情上面 就是好的 那對方一直 就跟你講嘛 所以真的很煩 好假設我們兩個人 對一件事情看法不同的時候 我們怎麼解決的 怎麼溝通的 先收出目的 然後講出福 範圍 也就是說 我能接受的範圍是什麼 你能接受的範圍是什麼 然後找出 平衡點 平衡點 有的時候 因為對方講出他的範圍之後 你可能會調整自己的範圍 因為有些部分是你沒有想到的 但我覺得蠻好溝通 因為我們都還蠻理性的啊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其實是 你要願意聽對方講話 當你在表達自己的時候 不是只是你自己最重要 你必須還要聽對方在講什麼 因為大家都可能沒有注意到一些小細節 可以接受另一半將很好的同性朋友嗎 最多可以接受好到什麼程度 我自己在進入感情狀態之後 我覺得我就沒朋友啊 異性也不行啊 你以為只有同性要訪嗎 同性我只要確認那個女的 是異性戀進的時候我都還好耶 那如果他就是喜歡女生呢 那我就會覺得怪怪的啊 Something wrong 在一起要怎麼不在意大家的眼光 如果你在意他的眼光 其實你就是在讓別人影響你 那請問他影響了你 他其實可以拍拍屁股就走啊 他不用對你負責啊 他不用對你負責啊 那誰會對你負責 永遠只有你自己 所以你讓他人影響你的話 就得是在讓他人幫你做決定 那你卻要為他決定負責喔 所以你一定要先釐清你自己 想要的是什麼 想做的是什麼 有沒有要讓別人影響你 這句話的問題反過來就是 你是否也曾經投射你的眼光在別人身上呢 每一個人也要從自身做起 就是你不要投射眼光在他人身上 如果每個人都能做到的話 那在世界上不是變得更好的嗎 怎麼樣可以讓對方對我感興趣 呵呵呵 這個主要是看 你知不知道對方他的偏好是什麼 當然我也不認同 然後為了讓對方感興趣 然後故意表現出對方喜歡的那個樣子 因為那就不是你 不是你的話 只會就會穿包 那對方就是 一定會瞬間就不愛離開你 是不是不喜歡在大廈面前很親密的放閃 其實對於這個問題我覺得真的是很兩極 因為你們每一個人每把詞都不一樣 所以我沒有辦法補回你們每一個人的需求 就有些人很喜歡看我們很閃 有些人又覺得你們太閃了 情緒題 遇到低潮 不管是你的工作還是生活 你只要遇到低潮你會怎麼處理 其實我唯一的做法就是 脫離這個環境 我覺得人生中生活中一定有很多困難 你一定要找到key point 到底是什麼影響到你 你只要把這個東西拿開 你的生活就會火然開朗 下一類粉絲題 什麼時候會有見面會 其實我們原本打算要辦在六七月 七月 對 六月底七月 可是因為就是疫情最近實在是有點 猖狂 對 然後我們覺得 還是不要讓大家這樣互相感染會比較好 所以反正現在就是會延後 基本上是今年會一定要辦啊 不然你再來要懷孕 就是出國前啦 對好不好 可以的話會想要有什麼超能力 我希望我的超能力喔 是可以不用再管我吃喝拉撒 所謂不用管的意思是說 我不用去睡才能有體力 我不用吃東西才有能量 想要超能力就是 我想要什麼就會實現 有點像是說就是 自己本身就有一個無限願望的神燈精靈 嗯 IG帳號是我們自己管理嗎 還是經紀元也有一起 我們自己管理 對 所以所有的回復都是我們回復 如果沒有跟對方結婚 覺得自己現在會過什麼樣的生活 可能一直在換男朋友跟女朋友嗎 我應該就還是繼續過得很厭世吧 寵物題 會想再養一隻狗陪萬歲嗎 我覺得會我還是想 但是可能會等 小孩稍微大一點之後 萬歲也大一點之後 就是等到整個 我們的局面都穩定一點 再說 為什麼想要養咬咬 這只是一個緣分而已 你知道我很喜歡那一種就是 我就是要你的那一種感覺 然後有一次就看他用他的手機 任養的社川不是他最重要 他就是推薦 然後我一直滑過去就這樣滑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說 欸你看這是尿莉跟貝貝的顏色 我就說我要養他 萬歲做過讓我們最抓狂的事情 絕對絕對是吃貓大便 而且他知道他自己的大便不好吃 在那樣吃貓的 妙麗是一個尿尿還好 但大便超臭 巨無臭 然後他把貓殺剝開之後 我就會聞到 我就會罵他 他就吃不到貓大便 所以他後來很聰明 他挑貝貝大便吃 貝貝就是反過來是尿尿很臭 但大便不錯的貓 所以他之前吃貓大便 貝貝的時候都抓不到他 後來就是被我修理之後 他知道 喔我不可以吃他們兩個的貓大便 他就不吃了 後來妞妞來之後 喔新的大便 他一定要吃一口 他就吃了沒有沒有大便 我崩潰 再來私人題 要怎麼存錢或理財 不外乎是開源接流嗎 我們走開源路線 有一種方法就是一直換工作 我知道你們會害怕 害怕找工作 害怕離職這件事情 可是你必須要一直換工作 你的薪水才會是家最快的 你要想著絕對會有公司 花更多的錢請你等 就是有這樣的公司 成為youtuber後 會有很多隱私都要被公開 會因此困擾嗎 還好欸 我覺得我已經公開到 就是如果有可能遇到我 然後我可能有一個行為 他就會覺得很正常 就是你就是這樣 這樣子 好我好像也習慣了 學生時代參加過什麼社團 我參加過戲劇社吉他社跟熱舞社會 那好豐富喔 對 我是很豐富的人 我高中因為就是校隊的 所以我就是只能打手球 然後大學因為我是踢保生 所以我還是只能打手球 狼之後還會再回去上班嗎 不必要的話不會 因為我後來發現 其實全職的家庭主婦也很忙 想知道兩個投射者怎麼相處比較好 歡迎來到狼老師的 人類圖小教室 那我們就是接下來 幫我們連結在這邊 好不好 還沒完成的人生清單 再花點置產 這是我近期的下一個大目標 還有一個就是我要換大車子 因為我們剛剛的成員有點太多了 我個人是蠻喜歡福斯啊 所以如果福斯有看到這個影片 或是有業務看法 歡迎來視訊 狼是去澳洲哪裡打工度假 雪梨 因為我不打算買車 所以我就是要在一個交通便利的地方 結婚多年後還會常常坐嗎 生活越來越忙的話真的會比較少 像我們兩個這邊我看就是 一碰到床就睡著 瞬間關機 因為我們最近 房子的事情 婚前就有先同居嗎 有 我媽帶回家睡 為什麼選擇在花蓮long stay 因為我很喜歡花蓮啊 喔你一定沒有最好看我們的頻道 對不對 沒關係我在這邊好好跟你說 我本身是自讀東華大學的 我長大了之後 我還是覺得我很喜歡花蓮 所以我就三不五時就開始拐騙他 會long stay 真正的重點 其實就是在於 他懷孕之後 可能不太適合長時間待在外地吧 之後有小孩 可能會被小孩綁住 想要在最後的 兩人世界加寵物的時候 去最喜歡的地方 long stay 沒錯 沒錯 好 我們是24小時都在一起嗎 幾乎 幾乎耶 你們會一起洗澡嗎 會啊 我們從同居開始就一起洗澡 到現在還是 狼之後會教授人類圖嗎 會 我現在在等我的一階引導師的認證下來 如果認證下來之後 我就會開人類圖一階的課程 然後還是再歡迎大家報名 為什麼一直搬家 因為我就是還沒有買房子 所以我就會一直搬家 而且 我個人覺得一直搬家挺好的啊 我們搬家其實有時候是為了 降低生活成本 買林口之前搬的位置是 我覺得房租是很便宜 空間夠大的 能不搬家我當然也不想搬啊 那我個人也蠻喜歡搬家的 我不喜歡搬家我就好累了 最後一個系列 頻道系列的 狼的廢片什麼時候會再做 好逼喔 有一個主題就有機會 好不好 那個主題只能for me 就有機會 什麼時候會開箱新家 新家已經開箱啦 但是莊皇后的開箱 要等莊皇后再開箱 對 什麼時候會出天王新第二季 因為我們在focus 在之後要生小孩 所以呢機率就變得 很低真的很難 對我們來說 排序更重要的事情 要有些完成的 對 對 想看穿搭還有化妝的影片 誒 說到這個我們近期就要上一片 然後找路跟我們一起拍的 敬請期待 希望多拍一些玩遊戲的影片 還要有懲罰 啊那不是你們流量上來啊 你要讓我看到我們玩遊戲的流量上來 我們才會一直拍啊 不然這樣怎麼繼續拍啊 數字好了我們當然就會 願意繼續投注心力嘛 對對對 所以就是反映在哪一個系列影片 流量高 好那就是對我們認定就是 喔你們喜歡看的影片 那我們當然就會 更願意投入資源下去拍了 是的 好 一開始拍片到現在 有最喜歡什麼階段的自己嗎 我只知道有一片我超喜歡的 就是那個淡水的被痛的那個我超愛 因為我覺得那一個的時空背景是 我記得我好像那個時候工作不太順利 然後好像壓力很大 然後他就帶我去淡水 開到一半的時候我就跟他說 欸我被痛 然後他說 啊怎麼辦 那現在要回家嗎 我說不要不要我要去淡水 然後我就這樣子 我就這樣子 再淡水走 我們不是問最喜歡的影片 我們是問最喜歡什麼階段的自己 階段 就那個也 時候我就喜歡 你喜歡那個 stage 對不對 我覺得腰痛 不是我不是喜歡我腰痛 我是喜歡那個裡面的自己 這樣 我每次都覺得越來越好 你有這樣的感覺嗎 就是看現在的影片 再回去看過去的影片 你都會覺得現在比較好 有嗎 有 遲疑了 對 因為我覺得設備變好 就是一切都會不一樣啊 我是多努力在你的設備上面啊 影片走到現在 我們比較有辦法講 我們自己想要講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喜歡越來越好的那種感覺 狼也可以訪問前任嗎 不行啊 我前任都死了啊 我沒有辦法接受一個曾經這麼親密的人 然後變成 分手之後變成陌生人 然後我看到你我就會想到 你有多了解我 或者是我們曾經多深入過 我就覺得不行 這件事情我過不去 這是為什麼 分手之後我都讓前任直接死亡 就是當寫人 黑名單 資料全部刪除 就這樣 嗯 所以不會 不會有前任的影片 怎麼會講出了 老婆 以上就是我們的QA 那謝謝大家真的 一路以來的支持 一路以來的支持 也謝謝所有的乾爹乾媽 一路以來的支持 希望以後大家還是繼續 都是支持我們為止 更加努力啦 喜歡的話就按照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 你今天最遲很多 對對對 你知道最遲很多 就會有那種很極度感謝的感覺 喔真的嗎 對對對 這個講出來就沒那麼 真的嗎 很可能 對 對